你能想象她是你的爸爸 在客厅插廊腿看报纸吗 你能想象她是你的妈妈 为你煮饭洗衣打理生活吗 淘贼人堂臭墙企划 演艺圈星光少海大集合 你知道她们有个漂亮女儿 但是你知道她们也有个漂亮女儿吗 这是她们的帅气儿子 她们和老爸帅气的程度 几乎不分上下 不分宣似 但是你知道她们也有个帅气的儿子吗 淘贼人堂 演艺圈星光小孩大集合 究竟她们和老爸老妈有几分相似度 当她们齐聚一堂 又会抱成多少明星爸妈 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啦 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《桃子依言堂》 主角超红人 好 欢迎三十位帅哥美女啦 这个恐怖啦 今天这个主角真的要换她们当 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 这个依言堂的题目就是 我的父母是超红人 我们随便男子杯子就看到 一姐 小真居然坐在这里 欢迎小真 天哪 今天你们是刚才看得出来是瓜哥吗 因为为什么要用她这么瘦的照片 怎么会有这一张啊 有点太帅了 对 有点李宗盛的感觉 她那时候也太瘦了吧 对啊 而且还用黑白的 这不是应该姜蓝才用的吗 喂 我看你儿子跟爸爸真的摆一静静 不过这个要谢谢小真 因为现在自己本来 已经有带壮节目够忙了 然后还有舞台剧 对不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舞台剧双备院 就是我跟佩蓁第一次尝试这舞台剧 那这个是改编自一个法国的小说 非常好玩的一个 黑色幽默的喜剧的舞台剧 财女啊 祝你们这个大卖座 好不好 谢谢小真 好 接下来呢 这个随便我们真的随便点哦 其中这一位 一定全台湾大概超过我觉得 五百万以上的妇女 在梦里面都在春天梦到他 孙果豪先生 等一下五百万妇女有梦到过我 超过 梦到 哦 我赖五十万嘛 对 我爸五百万应该是有啦 有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超过 有没有其实跟爸爸一起上街的时候 常有一些你知道 不知名的妇女就会自己 就会开始脸红 然后会贴近你爸 小时候是真的有 小时候是那种老师啦 或是说同学的妈妈啦 阿姨啦 这种都会有 都一定会有 对 然后后来就变成 我长大之后是变成 也会 第一次看我爸就 好帅哦 你还有气音吗 对 而且我跟妳讲 不只是一个女朋友哦 Oh my god 还好几个哦 都这样跟我讲 这怎么好意思 然后我还是很不爽 我说好 那你半夜就敲她门啊 你要跟我睡啊 后来你半夜起来检查 都还在旁边吗 嗨 有的时候好像不再一会儿 我有点怀疑把我跑去哪里 这烧来了 爸爸是不是为人正直帅气 但是说真的 秦翰先生在家里 有没有讲过秦祥玲的坏话 一定有的是不是 对啊 没有 其实他的那个年代哦 因为其实我爸 因为一直一直走那个文艺小生嘛 那其实我爸的个性 还有他的脾气 其实还蛮 所以他在他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跟一些圈内人 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冲突的 这个大家不知道 爸爸是这样的人啊 今天没有 待会儿慢慢讲 因为我们故事很多 对 好不好 那另外像7号 8号 有没有看到 黄胜雅跟黄世霆也 欢迎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前面这张照片是 这个是爸爸什么时候 马鲁龙大哥什么时候 早期拍武侠片当主角 武侠片 对 你们知道爸爸拍过多少连续剧吗 我大概知道有 五六十部左右 五六十部 各位先生 我们的马大哥在现场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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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说是这个 你知道演艺圈要做长青術 真的很难 因为一定是这个 包括才艺 包括人气 包括他的为人处事 这些都要成功 那更难的是呢 如果他今天小孩全部都来 会在我们这边三分之一哦 好 是不是 马大哥你这么忙 还这么有时间哦 厉害 哇 真的厉害 到现在还跟小兰姐拍的那个广告也是 夫妻仍然 还是 爸爸妈妈还是很吵吗 请问一下盛雅 在讲理夜晚的时候 还是很恶心 还是很恶心 两个会怎样 两个示范一下 士婷跟盛雅 老公 老公你今天还没有说 爱你 每天都会上演 巴大哥你今天来就是准备被爆料的 对 没办法 遇到我女儿都没办法 真的哦 我家里孩子 每一个人看到我 好像看到一只老虎一样 不管讲话 如果平常我看书 看报纸 不喜欢别人在旁边吵我 尤其下围棋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吵我 只有这个女儿没办法 哇 太好啦 今天我们 有这一张王牌在手上 你今天好好爆料 好不好 没问题 好 接下来介绍这一位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了 最近也要拍果片了 我们要这个 到时候请大家要包场包票 因为他这个导过的戏 绝对是票房的保证 也是非常有金钟奖质感的肯定 各位 凤凯导演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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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凯导演今天会坐在这里 是因为他有这个非常有名的妈妈 对不对 名制作人 名演员 然后我们调了一下资料 好像说这个周游小姐 其实他最 最 忙最嘎不过来一个月是八部戏 是不是 那个好像 我听他说是十一部 又加了三部 他一片 对啊 他倒的八点 挡那个是替电视台赚翻了 现在想不开是要拍电影 对 对啊 大概 是想不开 什么时候会预计 下个月就开拍了 下个月开拍 什么样的题材 跟大家介绍一下 阵头 属于比较台湾 对 属于台湾比较本土文化的一个东西 哦 对 所以一个传统的阵头 变成一个现代表演团体这样子 哦 厉害了 这个根据我的可靠的这个内线消息 听说主持一姐也会在里面嘎戏哦 是的 是 敬请期待的各位 买票进来 一定要看到我才能走啊 好不好 好 麻烦 OK 接下来第三位 欢迎韦汝 韦池好 大家好 韦汝姓林嘛 大家猜看看 其实她的父母是谁 我知道 来 哎呦 5号的孙国豪同学 林凤娇 对不对 林凤娇 韦汝你揭晓一下好了 嗯 没有啦 我就是 担心 然后我妈妈就是 一 一般人 对 她今天代表的位置 就是我们看一个广告 有没有 说 我后面有谁靠 有谁靠 后来 最后一个出来就说 我有证照 有没有 是 因为可能没有这样的辟印啊 但是也有好也有坏 这个很难讲 因为我觉得今天坐在这边 30岁其实他们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来检视一下 告诉大家你父母最红的作品是什么 1号 唐云慧欢迎你 大家好 父亲最红的作品 我 大家比较知道应该是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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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错话了 坏 好怪贝了 好好讲 好好好 是被真气哦 喂 喂 没礼貌哦 最红的 爸爸是不是从挑夫那时候 就开始有演了 中式开台 中式都40年了 中式一开始 那时候都是爸爸很多戏 而且一定是反派 大家比较知道应该是一姐妹吧 一姐妹 对 一姐妹 对不对 从一姐妹开始到现在 所以他 我觉得旁翔玲先生 跟费玉卿 还有包伟明先生 算是这个 医学美容的先驱啊 对 他好像不会老 一般也没变过啊 对 真的啊 是不是 他有没有偷偷 趁你们睡着有打个蛋啊 还是什么 他会 他常常去练身体 可是他练身体的方式 跟人家不太一样 因为他喜欢收集手表 他大概有 全部一起挂在手上 对 他一般 最少的数量大概是 一边三只 然后呢 因为是机械表嘛 要让他动才会准 对 一直动 一直动 大反派在家里为了那个表动 每天动 太穷了吧 OK 你已经把爸爸这个 在台面上跟台面下 最精彩的事报告了一下 2号是慷慨的儿子 陈彦如 欢迎 大家好 他最红的作品呢 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红过了 自从我出生之后 他好像作品就不太多 他 重圣 重圣 对 管理艺人之事 对不对 他最红的作品应该是 《长江一条龙》那个时候 诶 这个 峰凯大哥有没有印象 那个是我 非常小时候的 干嘛 今天峰凯大哥不是最近讲的好不好 所以其实 那他家里应该有存吧 你应该看过 有 有 《长江一条龙》